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旁边上怎么做观察呢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明君各位 其实这几天相信大家都过得不是很舒服 为什么 虽然长假四天 但是余症不断 刚刚要上节目之前 我们现在在这边19楼 又遇到一个5.1级的一个什么 一个余症 所以说大家可能稍微的什么 做一些所谓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什么 一个联想 不然的话可能台湾从南到北 大家都不舒服 正来正去 晚上睡觉也不舒服 那股市呢 股市很舒服 股市在今天4月8号 持续的一个历史新高 而且收盘涨了一个80点 今天又是周一效应 看看这个礼拜 能不能够有一天收盘去占上 2万0600点 因为蔡老师跟你讲过 其实股市如果要真正占稳2万点 不是2万0100 2万0200 不是是2万0600 要乘上1.03 如果真的是这样走的话 那当然后面2万1 2万2 通通都可以正常的一个发挥 那如果2万0600点没有办法站上的话 其实这都是一个什么一个震荡盘 随时都有可能会急速的拉回 所以你好好把握 来 重新的一个祝福 你跟你的一个家人 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来这是上礼拜三 7点58分 我们面临了一个7点2的一个花联的一个地震 对不对 台湾股市最低跌了196点 中场还是跌128点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开低走低 就是台湾股市的韧性 就像清广卫主委讲的 真的是任性 然后审慎选股 你还是可以获得很多的一个财富 那蔡老师在上礼拜三 也跟各位打气加油 什么法人会因为地震卖 各位你搞错了 法人有一个SOP的一个流程 我从来没看过说 因为台湾股市或者是说花联地震 所以台湾股市这边要赶快卖出持股 没有这个选项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答案 各位投信还是持续买 连续买24天了 各位你看看这里 投信上礼拜三还买27亿 连续24天买 那你外资卖180亿 那随便他卖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台币弱 外资本来就没有在大局买进台股的意味 这一波本来就是业内盘 各位而且你看外资其实很贼 外资在3月28号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00940 他就倒出来之后 大局的做多台股 所以你看ETF是不是都涨不动 是不是 那我们只能靠业内 业内的买盘就是融资 你看上礼拜三四月三号 融资又增加16亿 又是波段新高2828亿 所以这一波 整个这个业内买盘 锁定中小型的一些个股 涨翻了 你对照ETF大跌 甚至于不涨 中小型股涨翻了 你那一些买3000亿的一个赏户 情而已堪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是谁在那边骗你 一年这个报酬8% 年化报酬率8% 多好多好 渐渐乱不好了 我不是跟你讲说 那都没有选股能力 那些控盘的基金经理人 根本没有选股能力 甚至于我们可以讲说 你买的不是都是交叉持股吗 对不对 那你不是联合炒作吗 各位是不是 做股票有必要这样做吗 各位 起不起来啊 今天4月8号 礼拜一最高涨150点 收盘涨80点 上影线70点 也没有多恐怖 反正不管如何 今天还是来到了 20487点 只要能够再多涨113 然后占上20600 那就稳定了 212万2就不在话下 那你来看一下今天00940 大盘今天创历史新高 有去吗 没去 大烈的 星象 星浦 瑞宜 群光 汉塘 这都交叉持股 各位 你如果看不懂的话 今天大盘长成这样 只有00940的投资者 心情最不高兴 大盘去历史新高 你没去 是啊 他没去 你没看错 这不是作弊 而是他尽力了 他本身就没有再选股 他没有再给你选股 他在做死的事情吧 各位不是吗 你来看看 4月3号9.74 今天最低9.75 还差一点破底 今天大盘开高走高 所以00940 那你看上礼拜4月3号 他的净值 9.74 还是用到了0.02的一个收益凭准金 不然他原先是 0.28 这叫什么 校正回归 在学以前卫福部的 各位是不是 是吧 有样学样 不学好的学这些 各位你来看看00939 来这是今天的 4月8号台股创新高 没去 有没有 是吧 00939 今天14.72最低 起不起 那问题当了很大 ETF没去当了很大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你回想2月中下旬 因为过完年后 一堆钱 这样两个 吸金600亿 吸金1700多亿的两大投信 框了快3000亿的钱 现在不去 然后报酬率 这样你不气吗 台湾股市今天4月8号还创历史新高 来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外资为什么一直卖 这是3月28号礼拜四 差大 VS大差 而这个大差 是在差大这边 有户头的 那奇怪 他当天买220亿 结果这个外资圈竟然卖了93亿 这怎么可以图立特定人 我的看法 我的解读是这样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了恩天了 从3月28号讲到今天4月8号 你看当天3月28号投信买238亿 外资卖237亿 这个没有内鬼 我不相信 警管会3月28号也跟你讲提出市井 为什么募集之前不跟人家讲 券商工会也一样 说这都算了 3月30号 然后得出结论是 其实今年一整年 我修正三个月 首季17档高息ETF 才一档赢大盘而已 你们是在欢迎去认ETF 是在认什么 那蔡老师也跟你讲说 我的看法更直接 这些都是个股 被这些投信ETF 认养的 从这个26%到这个15% 投信持股超过15%的个股 有21档 持股超过10%的有45档 那目前股市还算是牛市 你万一转为熊市都要帮帮 那还没有怎样 重点是今天更极端 今天4月8号台湾股市创新高 ETF都没去 你买ETF不是气炸了吗 来 ETF我认为很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次为什么大家都去讲 2603的长龙海运 你记不记得 对不对 长龙海运我今天印的时候 还不涨尾盘稍微的涨3块 好像投信认为长龙海运它吵得动 所以他就说长龙海运 然后他搭配的是巴菲特价值选股 乱七八糟 长龙海运去年也才赚17块而已 你那个高级ETF你竟然不纳入台积电 你去纳入长龙海运 那你看台积电今天涨成这样 这也难怪你ETF根本都不涨 台积电今天距离历史新高 增加4块3月8号796 今天4月8号792 台积电即将在礼拜三1点32分 公布3月营收 我们目前是觉得中规中矩 但是双针应该跑不掉 各位反正蔡老师会在节目上 直接第一时间跟你解盘 所以你每天一定要准时收看 收盘前就要转来57台 各位这个对照 去年同期3月份是1454亿 这青青菜菜对不对 又跌过了 那上个月2月份又工作天数少 1816亿 所以3月份青青菜菜双针应该跑不掉 那关键是这个地震 大家没有在想说太鲁阁什么时候会完成 大家都在想说台积电应用没有 对不对 不变 这不是以不变应万变 是真的不变 台积电今年营收目标不改变 403地震之后再发重训 对不对 预计成长第一次中断20% 就是年成长20%跑不掉 所以这礼拜三营收 三月营收 下礼拜四法缩 好不好 那台积电 我已经讲 你与其要买ETF 你干脆就去买台积电的零股就好 你去买ETF冲 所以ETF交叉持股都不会去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 什么样的人玩什么样的鸟 人家已经在玩脑音 你还在玩石姐妹 对不对 进步一下 好不好 股市行情 真的很热络 你在那边ETF 你真的会 每天 我怕你得内伤 今天不就是摆明了 你得内伤吗 你来看看 我知道你们都挑不到设备股 所以我在3月28号那一天 正好你看 投信买外资大卖 结果我都已经准备好中小型的一个产业股 雷科那时候跌0.3元 40点多少 35 雷科 COAS封装量测设备供货给台积电 有没有 是 不用急 你有在常常在上YT的 你自己去打一下 3月28号蔡老师 在57 东森财经台都会有两分钟的一个产业介绍 你看自制千金 3月28号 这最关键性的日子我跟你讲雷科 是不是 中低价 有没有 我怎么不去跟你讲星云 不去跟你讲万论 我如果犯那种错误 我就不是散户的守护者 我就是跟这些投信一样 他哪有什么选股能力 对不对 他一天到晚只是要拿你的一个管理费 是不是 不然就讲说他如果没有赚钱 连管理费都不收 哪个投信敢这么讲 哥你懂意思吗 你看看 这上礼拜一 4月1号雷科 44块3 波段新高了 40块给你说的 上礼拜二4月2号拉涨停 47.55 对不对 礼拜三大地震 一样差 两毛钱拉涨停 对不对 连涨三天 来今天更不得了 今天雷科再拉涨停 566 566是不是以前一个 洗法金的名字 不知道 好像有 对不对 56块6 对不对 566嘛 56块6 对不对 波段新高 那你看今天那些高价的一些设备股 都买不起了 唯独蔡老师跟你讲的雷科 轻轻松松连拉四根 40块涨到56块6 你没看错 波段涨幅四成 你如果去算ETF年化报酬率 假的真的有8%好了 真的有8%好了 5年 5年的一个什么 年化报酬率8% 40% 谁强 你再来看看加币期 3月28号当天拉涨停 126.5 是不是 注意 3月29 139 涨停 4月1号 上礼拜一 152又涨停 是不是 然后呢 上礼拜二 162 再创新高 上礼拜三 又拉涨停 171 是不是 今天呢 再创新高172 什么时候讲的 95块3 2月29号 波段涨幅 8成以上 如果ETF年化报酬率 才8%的话 加币期帮你赚10年的ETF 还去买什么ETF 有没有 是不是 你再来看看 饥渴股 银广 上礼拜三 台湾大地震 银广拉涨停 89块4 对 今天的银广 再拉涨停 98块3 注意哦 我什么时候讲的 3月18号 那时候82块2 银广 是不是 三月十八盒嘛 是吧 银广 今天多少 82块今天98块 也是两成啊 两年半 如果你ETF算8%的话 还去乐中ETF 后面听说很多啊 投信还要认 我相信都会把那一些 持股把它 划上拒绝了 对不对 不然这样 联手没有意义了 投资人也不买单了 所以投信要加油了 各位 经管会主委讲的 注意风险审胜选股嘛 所以蔡老师就弥补你的不足嘛 你看 收盘 盘后解盘 以及产业介绍 怎么会没有股票 加币其八成 雷科四成 银广两成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搜寻 官方品风大中华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需要大家的支持 好不好 财业选股搭配题材为辅 再加上低买高卖 你做不到 所以蔡老师在那支援你 懂了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有一招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稳稳的 跟在蔡丰盛老师后面一起走 我来帮你这个忙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君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明君 来 各位 感一下进度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注意风险加省盛选股 那怎么卖 所以这只有对前半段 但是警管会主委讲的也没错 因为他们不会去卖股票 所以他们都是买股票 这样在存股 但是呢 你不需要 你本来就是赚差价 所以真正的情况应该是 产业选股搭配题材为辅 然后低买高卖 你要的就是这样 所以你来看看 季报三月份营收密集 出鲁了对不对 连加6288 尾盘拉到平盘 从平盘下拉到平盘 他三月份营收是5.48亿 月增42% 年增30% 第一季营收是季增24 年增30.1 现行包括营收都出来了 看他怎么突破了 CPU的概念股 6442的光盛 今天148.5 近期新高 光盛 蔡老师从当初70块9 对勒 拉到161 这一次又12级 跟你讲又来到148.5 做股票不就是应该要这样低买高卖吗 来回赚 有没有 那你不用去烦恼 说老师这支还没做了 每天都有好的股票 我来帮你好不好 绝对不会说去抬轿 抬什么轿啊 250是国产 今天42.45 我讲的时候37 这你敢买吧 国产实验你不敢买 你不要做股票了吧 37块钱是多少 42.45 不是都是创历史新高吗 不是创波段新高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 然后AI族群 台光电跟台药公布营收 你今年其实一整年 只要不贪心 锁住这些个股就好了 包括技嘉今天不是也突破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台光电营收上来 底部成益 台药我最喜欢的个股 已经快充200了 历史新高 微影也一样 距离历史新高差50块 今天伪创 平新高 广达要留意好像涨不太动 为什么 因为他礼拜五 要除息9块 要除息9块 所以说要看广达的一个表态 至于嘉哲 你看看高价股导臣一堆 嘉哲今天创历史新高1565 我跟你讲的时候不到1000块 912 912块 去年11月21号刚讲的 六成嘉哲 各位 祥硕近期的 今天还不是创历史新高2570块 高价股的 咪咪咪咪咪 祥硕 创历史新高 蔡老师讲的时候2230 跌65块 各位 这个都是真金 不怕火炼 直接呈现在各位眼前 而且都事先讲 其他同意没有一个能够像蔡老师一样做节目 最真实 是否一切属于真实 各位 所以跟着感觉走 财富天天有好不好 蔡老师的节目感谢各位热情的收看 还没有加入赖生活圈的 赶快拿起手机品膨大中华 有问题都可以问 好不好 台股多空无常事 唯有产业选股 才有资格讲见真章 好不好 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希望你好好把握 有问题 不要放到明天解决 今日是今日币 所以2024年如何战胜投资的恐惧 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牢牢的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你操作台湾股市的疑难杂政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君 好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了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